先在圖畫紙上打草稿 畫上黑人各式各樣的卷髮造型 再將這些圖案做成數位版的表情貼圖 位於英國倫敦的青年組織 發現目前在網路上有將近四千個貼圖 但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是以黑人或是混血髮色為主的 於是他們與專業設計師合作 製作專屬於非洲裔的表情貼圖 目的要打破大眾的審美觀念 讓數位世界更具包容性 除了膚色 這群學生創造了四種黑人髮型 包括爆炸頭 辮子頭 玉米片和雷鬼髒辮 預計2025年4月交給統一全球電腦編碼的 Unicode組織審查 但根據設計貼圖的青年組織所做的調查 顯示有61%的黑人曾經因為頭髮而遭到歧視或是霸凌 而紐西蘭的皇家研究所也在2023年做過調查 有66%的黑人女性會刻意在面試前改變髮型 以增加被錄取的機會 青年組織與專業設計師們討論後所設計出來的表情符號 他們說目前還無法使用的原因是因為以歐洲為主的審美觀念更深底固 而Unicode的審查標準之一就是貼圖的使用度多寡 因此他們希望這組貼圖能夠在各個搜尋引擎上 被廣泛搜索以增加審查通過的機會 公視新聞 沈陸沛編譯